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 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压抑发声 推广众向商业发展 请看李维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美南新闻集团属下之国际贸易中心 在进入成立2026年之际 我们正在积极筹办一项国际性质聚会 第一届休斯顿国际博览会 并将于10月30日至11月1日展开 这将是我们对德州休斯顿促进 全球外交经济及文化交流之创举 也是华亚裔社区对国家之重要贡献 此次大会得到休斯顿市长联邦议员 国务院驻美南代表处 美国商务部进出口银行 中小企业局等政府机构 及美国银行和各商家之支持 将就当前所面临之各项经济 及文化议题提出分组讨论 也有来自非洲亚洲及其他的代表参加 为了正式宣告博览会之来临 我们将于10月9日举行吹风会 对于各界说明此次大会筹备情况 希望大家踊跃参加此一盛会 我在日前欢迎表扬 德州潮州会馆理事们的招待会上表示 今天诸位之勤奋努力得到了成果 我们要感恩这块土地 给予我们之机会 也要对我们的社区和国家做出贡献 这是我们的责任 也是份繁荣 我们的责任